先回到app.js 就可以了 先回到app.js 把这个Blog1 这个合起来 回到这个app.js 里面去 然后这里面我们看一下它其实是有一个Morgan的 对吧 然后它已经完成后叫logger logger后面直接去app.use logger后面传来个DEV 就说的是开发环境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 Occite log日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把控制台给清空了 然后我们重新去反问一下 我们这个网页比如刷新一下 然后在 这个页面刷新页我们刷新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张三这个作者页 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反过来 我们比如说到admin这个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比如说我们想 编辑一个博客 随便编辑一个博客 保存一下 好我们想刷出一个博客 这个时候我们操作了一通对吧 操作了一通回来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控制台 大家看一下 我可以把这个往后拖一拖 大家看一下这儿 get API blog list 200 然后51毫秒 然后1858应该是他每次操作的这个数据流的一个大小 然后 这儿get list 304 304就是说明这个请求什么都没有变 对吧 然后这有个200 这个list 大家看这个detail 这个很明显就是返回一个 详绩页对吧 list author等于张三 这是很明显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个作者页 然后list admin等于1 这两个肯定是一个管理中心的页 然后这个update 然后这个delete 对吧 我这样说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在版本中已经实现了一个 access log的一个日制的一个形式 只不过呢 第一个 这个日制是直接打印的控制台上的 我们没有往文件里写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日制的内容稍微少一些 只有这个get 就是get post的这个行为的方法 以及URL 以及这个状态 以及响应时间 还有这个content list content list就是说 这次请求的一个数据量大小 比如说我们想要一个userlint 就是流卵器的UA 这个是没有的 对吧 就是这两个问题 我们怎么去解决 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先回到大马中 这两个问题的根源呢 就是在于这点 就是我们对这个logger的一个配置 就是我们现在logger配置的 传输的第一个参数 就是DEV 其实这里面呢 可以传输第二个参数 它不传的话 它就是monet是什么呢 有一个叫stream 大家看stream是非常熟悉 然后它默认是什么呢 默认是process.standardout 这个process.standardout 我们之前讲 刘德说也讲过 对吧 它是个标准输出 所谓标准输出 就是说它直接就输出在控制台上了 好 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之后 我们再重新清空一下控制台 我们再去 比如说翻新这个页面 展现东西和之前是一样的 好 刷新一下 和之前是一样的 形式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儿虽然加了第二个参数 但是这个参数加不加是一样的 这个参数加不加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参数是monet的参数 但是我们加上之后就会能表明说 我们第二个参数是可以传入 其他的配置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配置 这个第一个参数叫DEV 第二个参数呢 它要传入一个stream 就是一个流嘛 我们之前在没有用express讲的时候 也是说日志是要通过流来输出的 对吧 要通过流来输入到某个文件 当然这是输入到控制台上的 Morgan这个地方 也是通过一个stream的形式 所以说它的原理和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原理是一样的 重点就是说 这个日志为什么要用流来输出 这个我们之前花了很大大力气来 讲这个事情的原因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参数里说 就是这个地方的DEV 我们到底可以改成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GitHub中 我现在访问这个目录 拷贝一下 看大一点 我们可以访问GitHub 然后输入express.js 然后输入一个Morgan 我们输入这个地址 输入这个地址之后呢 我们到这个地址 我们去搜索一下 这个Predefined from this 这个东西 搜索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搜索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有好多种格式 很容易就找到一个叫DEV的格式 DEV什么格式呢 这些英文大家不用看 DEV比如说 Method URL Status ResponseTime 好秒数 然后ContentLens 大家看这个结构 和我们控制台中 这个结构是完全对的 这个地方 第一个参数传入DEV 它是直接通过 它本身自带的这个配置 就是Method URLStatus 然后ResponseTime 然后ContentLens 然后去通过这种格式 去输出了我们本次请求的一个 日志的一个号 对吧 比如说这个 第一个 就是通过这种格式来套用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Combin Common 然后DEV 然后Shot 然后Tiny 这几种都是以不同的格式来出现的 这儿如果开发红线下 我们就使用这种格式 比较简单比较方便 对吧 比如说我们想要一个就是完善一点的格式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Combin 是一种组合格式 我觉得我们还是注释了之后再去改吧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等会要有用 我们先把DEV的这个注释了 然后我们直接在这儿把它改成这个Combin 改完这个之后我们保存 保存控制台 控制台重启之后我们重新清空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们去刷新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再到详情页的刷新一下 好 这样的话 其实本次请求的这个日子就比较丰富了 对吧 我们可以从这儿看起 这是一行 对吧 一共三条日子嘛 然后这是一行 然后这是一行 这个请求就非常的丰富了 你看包括IP 然后包括时间 包括这个get或者说post的一个方法 然后包括这个url 包括HTP的版本 然后包括状态 这个地方是url 这个地方是url 然后这个地方是前面带着这个协议和域的一个url 然后包括这个地方是一个ua 对吧 然后就很全 其实我们真正线上需要用的这个Occite Log制呢 也不过是这么几种格式 所以说如果是线上环境 我们就用这个Combin 所以到这儿为止呢 我们要区分一下格式 我们在Packet.jc里面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Dev 对吧 运行Dev 运行Dev 然后它的这个环境参数叫Dev 在这儿可以再加一个 比如说我们加一个production 这个环境参数呢 我们叫production 然后后面我们还是用Nodal Mode来做 当然真正情况下 那这个production 这线上环境我们不会用Nodal Mode来去执行Node 但是这儿呢 我们应该会用PM2来去执行 但是我们这儿呢 没有讲到PM2 所以说我们就还是用Nodal Mode来代替就好了 OK 这个地方我们先保存一下 回到这儿 APRJS了之后 我们首先要通过环境参数来去判断这个 到底是使用这个Dev 还是Combin 对吧 我们就增加一个叫environment的一个变量就好了 通过这个process.environment.node.environment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它判断一下 就是如果environment不等于production的话 production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写的这个环境参数 如果它不允许production的话 我们就直接用Dev的方式就可以了 Dev的方式呢 比较简单粗暴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参数是Dev 就是格式是Dev 格式的Dev 第二个呢 这个stream 其实就是我们直接打印的控制台上就行了 因为你不是开发环境 你打印的文件中没什么用 直接放在控制台上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第二个参数我们说过 传言不传言没什么用 所以说我们直接就这么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ELS ELS就说明是production这个环境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combin的这种方式 然后这个stream是什么呢 那stream我们当然不能再用这个控制台的方式 对吧 我们stream肯定要是用一个写入文件的方式来去做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 就在这个blog express里面 我们先建一个blue叫logs 这个我们之前在讲识制的时候也是这么建的 logs里面呢 我们先建一个access.log 这个文件我们关掉就行了 我们等会再去看就好了 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是叫线上环境 然后上面呢叫开发环境 或测试环境 然后我们建了文件之后 我们肯定是要去获取这个文件的一个写入流 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怎么去生成文件的写入流 然后需要引入什么 需要引用这个pass 应该还需要引用fs 好我们该用的引用过来 我们再回顾一下 怎么去生成文件的一个写入流的形式 首先第一个我们就要知道这个logfilename 就是这个文件名称对吧 文件名称可以通过pass.don 第二name是当前目录 那些目录它下面有个logs文件加对吧 然后它下面有个access.log的文件 这样就生成了 然后完了之后再写一个writestream 就是写入流 然后通过fs.createwritestream 然后把这个logfilename 还有加一个参数叫flag flags分成a 好这样的话把这个写入流就写好了 你就通过createwritestream来写入 然后把这个文件名传进去 这个flag等于a 这个地方flag大家要写对 我们直接讲流的时候 这个地方写成flag了 就是写错了 我们应该写成flags等于a 好 有了这个文件写入流之后 我们就可以代替这个process.standout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写入流 传到这个stream中来 这样的话如果是线上环境的 它就会直接把这质写入到这个文件中 好我们现在先保存完之后 我们清空一下控制台 我们现在还是个第一位环境 刷新一下看一下 好我们再刷新一下 大家看确实没问题对吧 我们把它切换一下 比如我们npm run production 这个prd prd就是我们在packedrelease里面写的这个 npm run prd 意思就是production 然后我们实际看一下 好 运行起来之后我们实际看一下 这个地方直接去刷新一下 然后再刷新一下 我们到相情页 刷新一下 然后到作者页 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我们关闭 我们回来看一下控制台 控制台里面没有输出什么东西对吧 像这两行是我们刚才输出的 而且这两行的格式是DEV的格式 那这儿呢我们就再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儿规定 它如果是线上环境 就写入这个文件吧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logs uxxs.log 大家看就已经写入了 对吧 而且是很规范的一种 uxxs.log的方式 所以说用了个工具呢 第一个好处就是 这很规范 因为我们这儿用的是 它自己推荐的这种格式 对吧 它推荐的格式肯定是一个 比较规范的一个 uxxs.log认识的格式 不管是线上的这种格式 还是说开发会计的格式 都比较规范 所以我们没必要 自己再去思考 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格式 要获取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就没必要再思考 第二个方式就是 我们不用关心 它到底是怎么写入的 我们直接创建一个 文件的写入流 然后直接把这个 stream给传进去就好了 对吧 定义好格式 定义好一个stream 就行了 所以说用起来特别简单 特别方便 我们短短这么减的代码 就能实现 我们之前花了很大力气 才写了一个 uxxs.log认识的 一个记录的一个功能 但是前提是我们已经了解了 stream的这个工作方式 我们才知道 它这样的一个用意 以及后面基本的原理 对吧 我们之前如果是没学那么多的话 我觉得这个工具 你也不会弄得很顺手 你如果stream没有学过的话 你会很好奇 这个地方它 传上个stream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 它生成个stream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是个flags等于 A是什么意思 你会有很多的疑问 对吧 所以说 先去学习一些 比较枯道的一些原理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学一些 特别有效率的工具 这样两者一结合 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 日志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之前讲的这个session 也是这么一个原理 session我们当时是怎么讲的 怎么实现的 以及redis 这个redis是什么用意 是什么意思 那讲完之后 这些原理之后 我们在这通过工具 简单的使用就发现 原理你也明白了 然后怎么去高效使用 你也明白了 这样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式 好 到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 切换到这个npm run第一位了 这个oksite log说完之后呢 先关掉 我们再去说一下 这个自定议值 oksite log是 就是记录一些访问信息 对吧 那自定议值呢 记录的应该是一些 就是你想记录一些 什么样的信息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blog.js里面 然后展开这个list吧 就它如果管理员的话 我们可以打印一个 这个事情不用想 这个管理员的话 我们可以打印一个 比如说叫 isadmin嘛 就是我们简单打印一个 然后保存 好 我们清晰一下控制台 然后我们这儿随便刷新 它都不会打印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我们到了这个 admin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再去刷新 它就会去打印这个isadmin isadmin对吧 我们有时候可能还会这样 有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错误 比如说它没有登录 对吧 它没有登录 我们就这个地方写一个 consulted error 然后比如说 isadmin asno login 然后保存一下之后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吃不出来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cifer里面 去试一下 好 数据错误对吧 数据错误就是没有登录吧 没有登录 然后我们在控制台看一下 它打印这个没有登录 对吧 现在我们是开发环境下 以及我们是通过这个 我刚才说过 是通过这个nodal mode来运行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自信一致 通过consulted log和consulted error 打印出来的 全是在控制台中打印出来的 对吧 但是大家要注意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先暂且不提 怎么去写入文件中 但是我们在下一章 那下一章 就是讲pm2 和线上环境的时候 我们会接触prm这个工具 来把你自己想要写入日志的地方 都给它写入到日志中 这样的话 你在开发环境下 想打印什么 就在控制下打印什么 你在线上环境下 会把你需要打印的东西 都收集到日志中 这样的话 如果是有问题 你可以通过日志的文件 来去排查一些问题 或者说跟踪一些记录 对吧 OK 那这就是我们在日志的一部分 想要讲述的一些内容 其中这个自定日志呢 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我们后面会慢慢的 叫大家去往日志文件里写 最后呢 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吧 这个总结呢 是关乎于 我们介绍完Express之后 我们拿Express 真正的去开发接口 开发登录 开发日志 这一块的一个总结 第一个就是 我们在写这个路由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有些想法的改变 相当于是Express本身 自己提供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request.query request.dson 以及request.body 这一些 就是不用我们再自己去 关心那些 机灵狗碎的一些东西 它能给我们提供的东西 全部给我们提供了 所以说我们拿来就用 然后呢 就是登录这一块 登录这一块 我们是通过ExpressSession 来实现的这个Session的处理 以及在里面可以设置 Cookie的一些属性 对吧 然后使用这个Connect Redis 帮我们去连接Redis 不用我们自己再去写 以及我们是使用中间键的机制 把那个Login Check 那个东西 直接做成中间键了 就不要我们自己去 每个地方都去验证了 然后呢 就使用Market来记录日志 Market呢 我们说过 它第一个 它可以设置不同的格式 对吧 针对线上和线下的环境 设置不同的格式 第二个 它可以根据配置去把日志的内容 输出到控制台 还是说把日志的内容 直接输出到文件中 到这儿呢 我想大家需要明白的 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也是提了很多次的一个地方 就是只有你在前面 经过了那么多时间 学习了那么多基础之后 你在这儿才会变得特别的 轻松自在地去学习这些东西 如果是你前面的基础 知识不牢固的话 或者说你没听懂 或者说跳过来看的 像这个Session和Redis 像什么日志记录这些东西 包括这个什么 request.query和 response.json 还有request.body 这些东西 你都不会很明白 所以说我们都是有一个 平衡渐进 先苦后遇的一个过程的 willing่arbeit 儲物 每个小子 kamu都不会很联la